第二呢,窃洗蔬菜发挥的时间,人力较多,厨房工作者时常在前两三天先将未洗的蔬菜切好,等需要用时再拿出来,大概充充水。 然而菜梗的地方常常存有大量的泥沙,未能洗净,且蔬菜养分早已流失,这个真的也要注意。 这些我们在吃的时候,像这些泥沙我们也常常遇到,这就是人多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些疏忽。 这是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的。 蔬菜洗的时候,最好的时候,没有用的时候不要洗,洗了的时候就切出来就下锅。 这个是保持它的养分,洗干净的摆得一两天,养分确确实是流失。